令人驚訝的是 中國好聲音黑幕的曝光音頻竟然沒有引起任何熱搜 這一點需要歸功於李文所做出的9分鐘的勇敢揭露 李文毫不畏懼地揭示了節目組的內幕 然而第二天 卻發現自己的文章被莫名其妙地刪除了 緊接著又發表了一份道歉聲明 終於事態發酵後 她站出來支持她的情景如出一轍 就在8月21日 李文在節目的收官表演中與導演組進行溝通 希望能夠讓學員王澤鵬成為此事件的焦點 並站在她身邊以增強影響力 相反 在過去幾天裡 中國好聲音的收視率成為了最受關注的熱門話題 官方微信公眾號仍然毫不謙遜地繼續宣傳 節目的播出時間沒有受到任何影響 這一切讓很多人感到不安 仿佛可以輕易地遇見結果 然而 這些網絡民眾展現出的智慧令人欽佩 他們明白與大象的對抗往往是徒勞的 所以 他們將目光投向了節目的贊助商 發起了有力的攻擊 人們或許一直低估了中國好聲音節目播出電視台的影響力 因此 要想成功地阻止它並不是幾個人的力量可以做到的 藍台在這一波行動後依然是屹立不倒 贊助商們也選擇了遠離活燒眉毛的態度 目前的情勢顯示 攻守聯盟維持著堅實的穩定 與此同時 中國好聲音這邊變得是異常寧靜 即使是網友在直播間吶喊 也是被置之不理 然而 網友們的智慧真是令人佩服 他們意識到與其與具象直接對抗 不如轉向那些贊助商 尋求他們的支持 這實際上比直接與節目製作方對峙更為有效 首先 通過回顧這個節目的陰暗歷史 我們可以清楚地認識到製作人和導演的真實面目 否則 他們也不會採取如此不尊重明星生命的舉動 其次 媒體節目的繼續播出關鍵在於資金 主要來自廣告費 即使收視率再高 如果無法獲得足夠的資金支持 電視節目也難以為繼 因為 他們無法通過其他方式盈利 回想幾年前 中國好聲音節目的獨家冠名權 曾被定價為2億元 除此之外 還有指定產品的宣傳費 鳴謝單位的費用 以及口播廣告都按每秒計費 整個團隊的收入至少達到數億 即使不考慮成本 如果網友能夠通過這種抵制行動 讓贊助商撤資 那麼 無疑會加速這個節目的消亡過程 然而 夢想與現實之間的落差 常常令人感到殘酷 需要特別強調的就是 熟悉這個行業的人都明白 目前國內的主要電視台都採取了 制播分離的模式 這意味著 製作單位和播出單位並非同一個機構 製作完成後 製作單位將作品交付給播出單位進行播放 播放單位並不會支付製作費用 而是等到廣告費用產生以後 大家一起共享 因此即使好聲音節目失敗了 藍台也不會因此而失敗 贊助商將繼續支持藍台 因為除了好聲音 還會有其他節目 直到某個事件發生 好聲音和藍台才完全陷入恐慌 背後公司的股價在一夜之間蒸發了200億澳港元 跌至崩潰的邊緣 值得注意的是 港股市場沒有漲跌幅限制 這意味著 好聲音背後的公司一夜之間破產的可能性也是存在的 藍台發表聲明是因為好聲音找他們出面的原因 這是因為股價開始下跌 我們對於好聲音背後的黑幕肯定性的低功了 內部地的製作人和投資方無法掌握香港無線電視台的培訓方法 卻巧妙地學習了韓國娛樂圈財閥的暗中規則 和熱衷於燕影的文化 仔細思考一下 你或許能夠明白 為何他們敢對一個在音樂界工作了28年 在國際舞台上代表華人驕傲的李文施以殷招 在上海的一條街上 無論是房子還是英國的城堡 對李文來說都毫無吸引力 上海參星文化是中國好聲音的製作公司 其母公司為星空華文 即因股價大幅下跌 而市值縮水一半的公司 在娛樂圈內 星空華文名聲顯赫 這家公司因中國好聲音大獲成功 而在2021年迅速走紅 隨後 依靠知識產權授權和運營盈利 該公司進一步擴展規模 推出了備受歡迎的綜藝節目 如這就是街舞 蒙面歌王 追光吧哥哥等 在多家電視台獲得了極高的收視率 成為備受推崇的明星項目 雖然在演藝界擁有領導地位 執障多個熱門知識產權節目 但是在盈利能力方面 依然是中國好聲音穩居第一 在星空華文的財務報告中 我們清楚地看到他們對好聲音的重要性 對他們而言 好聲音簡直是一個賺錢的機器 然而 觀眾對這個已經播出十多年的節目 也開始產生審美疲勞 通過觀察 近年來好聲音的評分變化 我們可以得出結論 它的評分曾一度從7.9下滑至4.0 同時 其商業價值也在逐年減弱 因此 即使沒有李文9分鐘的錄音事件 好聲音這檔綜藝節目的壽命也不會太長 因為目前它只是在勉勵之稱 然而 在另一方面 這是人們更難以理解 為何一個本來就不處於有利地位的節目 可以如此傲慢地欺凌一位國際巨星 華人文化實際上是黎瑞剛於2009年創立的私募基金 又被稱為華人基金 其資本規模達到了50億元人民幣 並成為國家發改委首個通過的私募基金 然而 這家公司是由中國人創辦的 雖然被稱為華人 但其背後並不代表紅色 同時 創始人的身份也頗具神秘感 除了他曾在上海市委工作的事實外 對他的了解極其有限 然而 黎瑞剛的妻子楊女士 被稱為中國好聲音之母 她的高調程度遠超黎瑞剛 楊女士畢業於卡迪夫大學 此前聲名不佳 但卻榮獲了新聞新人獎 她拍攝的紀錄片還獲得了英國伯樂獎 同時還被選為全國青年領袖 而黃之鋒一個曾在香港某事件中煽動情緒的人 也是其中之一 華人文化在娛樂產業中扮演著重要角色 不僅是效果文化 中國好聲音等知名節目的贊助商 還幾乎涵蓋了國內所有為人熟知的娛樂項目 而華人文化也在娛樂圈中出現一些混亂局面 在2013年曾有一次備受關注的事件 即加多保侮辱革命烈士的營銷文案 這個事件簡直是臭名昭著 值得注意的是 這背後的營銷公司正是華人文化團隊 他們之前還曾持股過投資一家被投訴不合規的 互聯網金融公司 作為大眾 你們無法看到華人文化掌握的娛樂項目數量 他們如今幾乎擁有了整個娛樂產業 如果繼續這樣發展下去 未來可能會壟斷整個市場 不僅如此 一些優秀的資源也被他們高價囤積 其他投資方無法介入 值得指出的是 華人文化的投資方向並非僅限於娛樂 還包括教育 金融 文化旅遊等多個領域 其中涉及的範圍更是難以其數 然而 他們似乎並不是一個出於正義感的公司 比如在此次代言費時間中 他們毫不猶豫地為公司利益站隊 最終導致一位藝人被拋棄 如今他們才是國內綜藝市場的真正老闆 幾乎將其壟斷 這些信息你們或許能夠更加清晰地認識到 星空華文 華人文化 及其投資方所具備的資本實力 在這種情況下 即使是一個明星 也難以撼動他們的地位 在那裡 在那裡 在那裡